大家好,歡迎收看我的頻道開箱 我是 Stanley 今天和大家開箱最新一波 Studio Series Corecast 核心系列 先來介紹瘋狂或者叫Frenzy 大家見到它一定充滿期待 有它,即是有 Soundwave 有音波 即是說音波不夠將來就會推出 而各位朋友千萬不要以為這個版本 和 Netflix 的模具一模一樣 這個可以是全新設計的模具 Lenvice 版本較矮、較胖 而這個 G1 版本又高又瘦 鎮鎚是一個額外的附件 採用筆插式的設計 鎚沒有活動功能 沒有得上下下按摩 但它的細節亦做足 換成大鎬 拿走大鎚之後 拉拳出來轉換了手臂 這樣就可以變成基本型態 背炮亦有還原度 亦都是拔插的類別 可動方面就不錯, 始終是核心級 唯一有少許明白的, 為何不把手掌關節呢? 整體是不錯的, 正的, 收貨 而在變形上亦有些新意, 跟舊版完全不一樣 在旁邊的方法上, 把手掌關節 維持在一起 把手掌關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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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就完成了,勁快 這個也是核心級別的賣點 它有卡式帶的大概樣子 但不是實際上一模一樣的結構 那個滾輪的位置應該是在這裡 並且大一點 來到這個版本就變成兩個小小的點 還跑到上面 整體也是有外形的概念 都可以的 接著就做回真人電影《狂獸掘你》的煙屎 作為核心級的前身 傳奇級也出過差不多類別的電單車 外觀看上去就差不多了 但就非常期待邊形上會有什麼新設計 有什麼驚喜給我們 玩具形象表現就跟電影一樣 這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但就是它的武器 可動的也不錯 無論頭、肩膀、手肘、腰、寬關節 膝頭有齊齊 來到B 電影方面,有一個新設計 大家要細心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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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玩具產品來推斷 Ens的造型屬於賽車的級別 一定非常吸引 亦跟它的造型很匹配 紅白配色 80 年代是非常經典的色彩色 如果是賽車的話 老一輩的玩家一定知道我說什麼 Fresa 暫時未有中文名 暫時還叫做Fresa 狂修鬼裡面全新登場的角色 造型有點像07電影的Fresa 造型非常突出 有四隻手 同一時間 它可以三變 我膽敢說 它絕對是這Wave之中的MVP作品 四隻手臂 每一隻手臂都各自有兩個關節 而腿部如果有塞關節就完美了 而廣角的變形 分別可以變成炮台和一支大槍 現在我們就來試一下炮台模式 炮台模式 把板模式放在一支大槍 還有一支大槍 然後轉調去 這個山色刺症 要看到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簡简单单涂了一层无规则的啡色增加了金属感 然后我们现在就转入成手持大窗黄色 过程爽快简单 好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3个都好玩,绝对值回票价 电影方面6月底就会上,非常期待 至于G1音波,绝对只日可待 今天的分享来到这里就完结了 多谢观看和支持,喜欢我的朋友可以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拜拜